周二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在他宣布参选的视频之中 他强调要完成还没做完的事 拜登还表示 我们正在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之中 然而同样已经投身于2024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 则在周二回击说 拜登竟然还想竞选连任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川普谴责拜登在通过膨胀 阿富汗撤军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上施政不当 而如果2024年 拜登和川普再次成为两党最后的对决候选人 这将创下美国史上首次连续两场总统大选 监视同样候选人对决的历史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白宫报道